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技术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时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搭建一个基于Google Collab的HTTP的服务器 是这样 咱们大家都知道 Collab它是一个免费的云计算平台 它本身也是一台虚拟机 既然你是云计算平台 就说明你有一个URL或网址 或IP 既然你有IP 那么咱们就可以围绕IP 搭建咱们自己的服务 比如说HTTP的服务 今天咱们就来试一试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Google Collab云平台 搭建一个咱们自己的HTTP的服务器 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的网站 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 Collab它是有生存周期的 最多生存周期是一天 所以说您只能用于学习 不能够用于真正的生产环境 搭建网站是不可以的 好不好 OK 怎么做 咱们想想 咱们网站有了 咱们应该怎么访问它呢 应该有一个URL 那么怎么获取到咱们当前Collab笔记本的URL呢 这有一个方法 咱们试一试 查找Collab笔记本 代理服务地址 大家请看 Google给咱们提供这个API 咱们通过这个API呢 就能够访问到咱们当前正在使用的Collab笔记本的URL 这个地方呢 我指定了一个端口号 您在本地应该开一个端口服务 然后呢 映射到这个代理服务器的URL上去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今天我都会给您讲到 咱们看一看 我这写的是8000 对吧 您可以写5000 写8080 8088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咱们试一试 但是这个地方 还有再说一句 这个地方不要写系统极端口 比如你写80 写21 写443 这是不可以的 好不好 咱们尽量写的大一点 把它当成一个代理服务器使用 OK 好 我执行一下 看一下 我现在正在用了这个Collab笔记本的URL式 大家看看出来了 对吧 我这写8000 所以这个地方 它动态给我生成了8000 咱们通过这个URL 就能够访问到 我当前的这个Collab的笔记本 但是目前还不行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这个网站 还没有任何的网站内容 没有HTML 没有内容 同时 我本地还没有开这个8000的服务 所以说 咱们现在点击是无用的 那么怎么访问到呢 咱们一点点做 首先咱们要搭建一个 自己的网站的HTML 对不对 我这写了一个简单HTML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试一试 执行 这个代码会在本地创建一个index.html 咱们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出来了吧 双击看一下内容 就是我刚刚的写的这个内容 它被生成了 写成了一个文件 对吧 OK 一会儿 咱们通过这个URL 就能够访问到它 但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咱们想想 我这映射是本地的8000端口 但是我本地开服务了吗 没开服务 没开服务 它怎么访问到 它访问不到 所以说怎么办 大家请看 我利用python的功能 用python的http server 这个模块 在我的这个collab笔记本的内部 咱们创建一个8000的服务 这样的话 就能够访问到 咱们试一下 大家注意看 Go 大家看 因为这个是一个助手精灵县程 所以说 这个地方一直在运行 现在咱们就通过这个URL 就可以访问到 我现在这个网站了 咱们试一试 我点击注意看 出来了吧 我爱googlecollab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再改点内容 比如说googlecollab 咱们再加几个 Forever 比如说 我爱googlecollab Forever 我永远喜欢它 稍等 Forever 没问题吧 然后是这样 咱们应该先把它保存成文件 这个地方才能够看到 那么咱们保存文件 因为google了 这个collab是单线程 那么咱们需要把这个地方停掉 你看刚刚咱们访问的内容 这个地方都看得到 对吧 好 停掉之后 咱们重新再写文件 Forever写进去了 咱们再启动这个http的服务器 启动起来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访问 我爱googlecollab Forever 我真的喜欢它 没有质疑 OK 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 搭建了一个静态网站 对吧 咱们只有一个html 对吧 这个地方咱可以搭建 Vue 对吧 可以搭建Angular React 都可以 完全都没有问题 好 我把这个服务器先停掉 咱们通过这几行命令 就可以搭建一个静态网站 您学习Vue 学习BuddleStrap 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能不能做动态网站 当然可以 咱们往下看 咱们用python 开发web用程序 对吧 咱们最常用的 也不是最常用的 常用之一 是这个flask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flask的简单的代码 对吧 咱们在我的collab里面 咱们运行一下flask的服务 然后咱们通过外围进行访问道 能不能做到吗 当然可以 咱们马上实验 这个地方我运行一下 这个flask本地 它也会开一个8000的端口 那么咱们开完之后 我通过这儿再访问一下的话 会怎样呢 大家请看 Hello collab 我爱每个人 这个不就是刚才咱们这个flask里面的内容吗 就换句话说 咱们这地方开一个服务 在外围是可以访问到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googlecollab真的是太棒了 我超喜欢 好 所以说呢 我现在的心情是感慨万千啊 真的是万能的googlecollab 我既然用了它之后 我感觉我真心爱每一个人 真的 我也更爱googlecollab 如果说还没有用过collab的朋友 您一定要用一用 这是一个万能的虚拟机 它什么都能干 好不好 今天做视频呢 把我的这个心 这个心情 以及想法呢 分享给大家 同时呢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我的低课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一下吧 OK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真的是感慨万千万能的googlecollab 今后呢 我会长期的使用它 也希望您呢 能够使用这个产品 我认为真的是非常好 如果您喜欢它的话呢 我也认为您应该为它付费 一个月大概是多少钱 我现在订阅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9美金 还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接受 反正我是喜欢它 也推荐给大家 当然您不 您不花钱 也完全可以使用我今天的所有功能 完全没有问题 花钱付费的话 仅仅是想使用它更高级的GPU而已 功能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也不是说 是它的托 是吧 推荐的cola完全不是啊 是因为我真心喜欢它 推荐给大家 好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